为了进一步取得对众神的统治权 巴尔在阿纳特的帮助下 与很多对手进行了激战 并最终打败了他们 我们从旧约中得知 上帝耶和华也曾是巴尔的一个强大对手 当以色列国王娶了一个迦南公主时 巴尔的影响力就波及到了以色列 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安排了一场 耶和华和巴尔之间的较量 当耶和华胜利以后 巴尔的三百个牧师被处决了 随后按旧约的技术 乍缝之鼎被划归耶和华管辖 今天在赞美诗第29节和其他一些文本中 我们还能读到当年的先民们 是如何匍匐在新主人的脚下 圣赞他的威仪和荣耀的 神的众子啊 你们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 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耶和华的声音在水上 荣耀的神打雷 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 耶和华震破黎巴嫩的香柏树 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 使黎巴嫩和西奈跳跃如野牛犊 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 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 和早期的迦南 乌加列文本中的巴尔一样 后来的西伯来人的神 也是云骑士 先知以赛亚就曾亲眼看见他的上帝 在南方的天空中 向埃及方向飞去 敏捷地架着云 他会降临到埃及 埃及的众神都会在他面前感到害怕 不仅如此 以赛亚还称自己看见过上帝本人 以及那些长着翅膀的天使 在国王乌西亚统治期间 我看见上帝坐在他的 很高的凸起的玉座上 玉座的升降机把大屋填满了 给升降机点火的天使全部在上面 他们每人都长有六只翅膀 在火光和巨大的声响中 整个屋子都在颤动 屋子里充满了烟雾 由于赛留古王朝 禁止西伯来人公开礼拜他们的上帝 因此 那个时期 他们对耶和华的敬奉 都留在了当年的雕塑和图章上 不过 更早一些时候出现的 有关耶和华的形象 却是迦南人给我们留下的 就像西伯来人了解巴尔一样 迦南人显然也非常了解耶和华 一枚公元前四世纪迦南人制作的硬币 十分形象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枚硬币的正中 一个长着长胡子的神 坐在一个翅膀形状的宝座上 最重要的是 硬币上十分清楚地雕刻着一个单词 耶和华 在古代近东地区的所有传说中 对神的界定有一条通行的法则 他或他必须有权飞越乍逢之顶 显然这毫无疑问是巴尔所希望的 但是在库塔尔哈西斯 与诈风之顶的神奇杰作完工七年之后 巴尔遇到了他有生以来最强劲的对手 莫特 南部地区和地下世界的统治者 这次 双方所争夺的势力范围 已远远超出诈风之顶 他们关注的是整个世界的统治权 根据一些陶板上的叙述 莫特获得的情报表明 已经对诈风之顶拥有绝对统治权的巴尔 正在筹划一次更为诡秘的重大行动 他正秘密地在地球和天堂游说 并试图向别的行星传递某种信息 对巴尔而言 这样的话语权 对天庭众神的权力制约与平衡来说 显然是一种降约 当莫特要求知晓在诈风之顶 究竟正在发生什么时 巴尔派出的信使 给他带去的显然是和平的信息 谁需要战争 他问道 让我们把和平和友善撒向地球吧 但莫特明确表示 为了弄清真相 以解除误会 他有必要亲自去一趟诈风之顶 此时的巴尔已十分清楚 要想阻止莫特成行 唯一的办法就是 自己到对方那里去跑一趟 当然 深入虎穴所承担的巨大风险 他肯定也心知肚明 不过 他最终仍然决定到莫特的 在地球深处的居所 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对巴尔来说 独闯龙潭的真正目的 永远都是清晰而明确的 那就是 打败莫特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需要意志坚定的 阿纳特的帮助 当他出发的时候 他派出的密室 正在赶往阿纳特居所的途中 他要求密室 向阿纳特 复述自己的原话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一个需要悄悄 说给你听的消息 有一个机械装置 会说话 一个会敲声说话的石头 人听不懂他发出的信息 人类也不能理解 必须予以说明的是 石头这个单词 无论是在古希伯来语 还是乌加列语中 都包含有一个 十分重要的意思 那就是 开采出来的物体 更准确地说 它的含义 包括矿石和金属 阿纳特 马上就明白了巴尔的意思 在巴尔统治下的 乍风之顶 有一种神奇的 机械装置 能够发出 人类也不能理解的 秘密信息 这个壮丽的石头 在两个密室 一字不漏的陈述中 得到了进一步的描述 它可以让天堂和地球交流 可以让海洋和行星交流 它是一个壮丽的石头 它还不为天堂所知 让我们把它放置在洞穴中 放置在高高的 乍风之顶 为什么巴尔 惧怕莫特的造访 答案就在这里 巴尔显然是在天堂 其母星球的权力中枢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正在或者已经完成了 一个秘密的 通讯中心的建设 通过这个高度机密的 通讯中心 它不仅能对分散在地球上的各个着陆区 也能对在地球上空穿梭往返的飞行器 甚至能对宇航母舰的所有通讯联络 进行监控 要想取得对整个地球的统治权 这一步无疑至关重要 但这样做的结果 却显然冒犯了莫特的权威 因为根据众神的约定 地球之眼就位于莫特的领地内 在弄清巴尔的真实想法后 阿纳特决定 一如既往地帮助自己的情人 他向两个神情交集的密实保证 他会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莫特那里去 你们很慢 但我很快 他向他俩说道 我会深入那个遥远的地方 那个深陷在地下的众神的儿子们的居所 地球之眼的下面有两个出口 它们通向三条宽阔的地道 但是 当阿纳特赶到莫特的地宫之后 却始终找不到巴尔 最终他以武力逼迫的方式 让莫特说出了真相 两位天神进行了一场 汗天动地的生死格斗 或许是因为客场作战 不熟悉机关暗道 巴尔倒下了 听到这里 狂怒的阿纳特用一把利剑杀死了莫特 然后在众神的火炬 夏佩西的帮助下 把巴尔的尸体 飘回到了炸风之顶的一个洞穴中 很快 两个女神就把魔法之神 夏塔克特 那个能除去所有疾病的女神 请到了炸风之地 像透特救活被蛇咬死的 和路斯一样 巴尔也被那个几乎精通 所有魔法的女神救活了 不过 复活后的巴尔 是否重新回到了地球 我们并不清楚 也许和奥西里斯一样 她的复活只是在天堂中的一次重生 天神们究竟是什么时候 在炸风之顶完成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可能彻底弄清楚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自有记录的人类历史开始 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了着陆区的存在 不仅如此 他们对那些秘境的基本特性 甚至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和了解 从吉尔加美时探寻那座遍布雪松的大山开始 我们就已经知道 这一次的旅程完全不同往常 当他穿过茂密的森林 终于抵达大山的深处时 他找到了那个用语言发出命令的密室 在这之后 阿努纳奇的秘密居所被他打开了 我们只需稍微进行一下联想 就不难发现 吉尔加美时找到的那个密室 别忘了 他是用语言发出命令的 和巴尔在炸风之顶的机械装置 一举同工 因为后者建造的这套装置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会敲声说话 其实 吉尔加美时史诗 早已向我们揭开了这个惊人的秘密 他看到了那个秘密的东西 他知道了不为人类所知的秘密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事件大约发生在公元前的第三个千年纪元 准确地说是在公元前2900年 将众神和人类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文本 讲述的是达内尔的故事 我们已经知道 和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一样 达内尔的苦楚也是老而无子 文本没有告诉我们故事发生的确切时间 但内容则和亚伯拉罕雷同 他居住的地方也是加底斯附近 故事中的主角 要么本身就是天神 要么后来成了神 或者成了天使 即神的秘史 如果我们读到的 果真是同一个故事的两个不同的版本 那我们就有了另一个日戳 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开始 其实直到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纪元 诈缝都还存在于当时人类的世界中 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以赛亚 谴责亚述入侵者尤地亚和西拿基利的强暴 就是因为他们将战车开到了山的高处 到了诈缝的顶峰 这种行为显然冒犯了上帝 先知十分严肃地告诉西拿基利 那是一个古老而神圣的地方 不仅如此 他还向入侵者传达了上帝的警告 难道你不明白吗 我很久以前就把他建了起来 我创造他的年代是那么古老 一个巴比伦的国王 因为冒犯天威 则遭到了另一位先知的谴责 因为他为了神化自己 竟企图登上诈缝的顶峰 哦 你是一颗沉星 是黎明的儿子 怎么却从天上掉了下来 落在地面 你在你心里说 我要升到天上去 把我的王位移到伊尔的星球上去 我要在诈缝之顶众神异世的地方 站在突起的平台上 成为最强大的君王 但是你的世界只在地上 还有那些掩藏在地下的深坑 在此文本不仅再一次证实了那个地方的存在 而且告诉我们 只要能够站在那个突起的平台上 即使是一个凡人 也可以成为最强大的君王 换句话说 他将加入众神的俱乐部 我们从圣经以及其他的一些古代文本中得知 这种凤凰涅槃的善变 几乎都是借助一种能飞的石头 一种机械装置而实现的 在公元前六世纪 先知以西节对提尔国王的谴责 就是因为在被允许借助移动的石头 到达乍峰之顶后 从此这位国王向天下宣誓 我成为了一个神 他的心就逐渐变得傲慢起来 出现在比布鲁斯 也就是圣经中的加巴勒 发现的那枚硬币上的奇异建筑 极有可能就是库塔尔哈希斯 在乍峰之顶为巴尔建造的那座神奇的宫殿 画面中的房子建立在一座台基上 房子的四周都是高墙 顶部则交叉架构着许多能承受很大重量的支撑梁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倾斜着 箭在凸起的平台上的漏斗状的窗户 因为透过这扇窗户 谁都能看见那个圆锥形的物体 想想今天的火箭或导弹的顶端 据说这就是那个能移动的石头 众神的天使 其实在古代近东的很多文本中 我们都能找到对它的文字描述 甚至图案刻画 这就是远古的先民们给我们留下的证据 早在数千年之前 近东地区的古代民族就知道 那座遍布雪松的大山深处 有一个为移动的石头而建造的大型平台 平台和大房子相连 大房子里面藏匿着一个会敲声说话 用语言发出命令的神秘装置 如果我们对这些古代文本的解读和认知 没有发生重大错误的话 那么那座宏伟而又神秘的建筑 会自行消失吗? 其实古罗马文明最伟大的神庙遗址 并不在罗马 而是隐秘的藏匿在 黎巴嫩山市险峻的林莽深处 其中就包括朱毕特的神庙 它是古代所有神庙建筑中 最宏伟壮观的一个 古罗马时期的许多统治者 都曾到这里来拜业 并留下各种各样的纪念碑 来颂扬他们的旷世伟业 当然也绝不会吸没于 对自己朝圣之旅的传奇描述 不仅如此 那些或拥兵自重 或权倾一时的王侯将相们 也曾虔诚地来到这里 求解自己未来的命运 历史千年的华盖云集 终于让这里成为远古文明 留给我们的一大圣迹 欧洲勇敢的探险者们 首先发现了这个遗址的存在 马丁·瑞蒙格腾 在1508年1月 最早让世人知道了这个圣地 到了1751年 探险家罗伯特·沃德 和艺术家詹姆斯·道金斯 通过文字和素描 再次展现了这一遗址的壮丽景象 虽然只是局部 但依然震惊世界 当我们把这个遗址 和希腊、埃及 以及亚洲其他地方的 古城遗址相比较的时候 我们已经非常清楚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 毫无疑问 是古代建筑史上 最伟大的作品 的确如此 因为他们正在描绘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说 甚至比古埃及的金字塔 还要伟大 在罗伯特和詹姆斯的作品中 我们基本可以确定 这个遗址的大致轮廓 在画面的左边 神庙和远处苍穹下的山路 已经融为一体 遗址位于黎巴嫩山脉 一个土质肥沃的峡谷之中 古代两条著名的河流 就是从这里远起 并流向地中海的 它们分别是 奥朗提斯河 与利塔尼河 前者是亚洲西南部河流 发源于黎巴嫩 流经叙利亚及土耳其 注入地中海 后者发源于 巴勒贝克以西的 黎巴嫩东部山区 向西南流经贝卡古地 在马尔捷乌永附近 土转向西 在黎巴嫩山脉的南部 横切出一段近300米深的 雄尾峡谷 最后在西顿以南 注入地中海 这个遗址中 大量宏伟壮观的古罗马神庙 都建在一个巨大的人工修建的平台上 平台的海拔高度 约4000英尺 在整个区域的四周 有一圈厚实的围墙 它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外围山体坍塌时 对区域内建筑物的破坏 更重要的是 它显然可以有效地 把这片神圣的土地 与周围的世界隔离开来 这片被围起来的地方 大致呈方形 周边总长约2500英尺 面积则超过500万平方英尺 这块圣地顺着峡谷的走向 由南至北地置于其中 左右两侧都是山路 有意思的是 它的西北角似乎被故意留下了一个 直角切角 这是我们今天得到的一张全景俯视图 直角截面形成了一个举形区域 这个区域使得平台北部的视角向西拓宽了 而古代史上最壮丽的神庙和最高大的石柱 最高达65英尺 最大直径75英尺 就矗立在这个举形区域里 这些石柱支撑着一个16英尺高的超级结构 柱顶上方的大跨度横梁 房顶是倾斜的 吉岭的上面就是神庙的顶点 整个圣地由四个部分组成 神庙只是其中一部分 据说是罗马人在公元前63年 占领这里后不久修建的 圣地中的所有建筑物 都是沿着一条自西向东 略微向上倾斜的轴线布局的 但朝近的方向刚好与之相反 朝圣者或者相克 首先要经过的是一扇 被赋予了神性的大门 它由三组台面平整宽阔的截梯 和一个凸起的门廊组成 门廊的外侧左右均衡地 分裂着12根高大的石柱 里面的12个壁龛 则分别供奉着奥林匹斯山上的 12位天神 穿过门廊就进入了一个 六边形的前院 这种形制的建筑具有典型的 古罗马风格 通过前院就进入了一个巨大的 祭司大殿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祭坛 它的底座尺寸为 70乘70英尺 坛高60英尺 在大殿的最西边 就是神的居所 长300英尺 宽175英尺 今天 支撑在那些高大的石柱和大跨度横梁之上 既简约又华丽的屋顶 早已坍塌 但即使是断壁残垣 也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 那些千年之前的摩天建筑 汉人心魄的雄伟与壮阔 当穆斯林在公元673年 占领那里以后 他们又把那些高大的罗马神庙和基督教堂 改成了穆斯林的圣地建筑 曾经供奉宙斯和朱毕特的神庙 转而成为祭拜安拉的清真寺 现代的学者们 企图通过对这块圣地附近一些地方的 古文明遗址的发掘和研究 来了解历史上曾经出现在这里的 不同的宗教崇拜 他们找到的最重要的邻居就是巴尔米拉 它是从大马士革到美索不达米亚的 古老通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当年几乎所有的商队 在穿越叙利亚沙漠时 都会在这里休憩 并补充旅行中需要的物资 自然的 它在当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 所以 有学者如亨利塞里格 在太阳城的三元性艺术中 雷内杜索 在太阳城的寺庙与宗教艺术中都认为 巴尔米拉的那个遗址 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三合一圣地 因为在遥远的古代 那里曾有三个不同的神 被当时的人们所崇拜 他们分别是雷神 少女战士和天庭的战车骑士 今天他们的观点已被学界普遍接受 那就是这种三合一式的 以希腊 罗马助神为主的多神崇拜 起源于更早的 陕米特信仰 而后者又以 苏美尔的众神为基础 这个三合一中最重要的是 主神阿达德 他是恩利尔的儿子 而恩利尔则是 苏美尔的主神 三合一里的女性成员 就是伊斯塔 当亚历山大一世 来到这个地方以后 他让人铸造了一版 纪念伊斯塔和阿达德的硬币 上面用菲尼基 西伯来语 分别刻着他俩的名字 三合一中的第三个成员 则是天庭的战车骑士 沙马士 史前宇航员们的指挥官 古希腊人为了纪念他 他们把他称作 赫利俄斯 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在主神殿门楣的上方 制作了一幅巨大的浮雕 画面中的骑士 正驾驭着他的火焰战车 在天庭中自由地遨游 希腊人用四匹拉车的马 来预示了战车的速度 伊诺克书的作者们 或许知道的更多 沙马士的战车 书中说到 像风一样快 要想弄清希腊罗马的信仰之源 我们必须会回到苏美尔 回到了吉尔加美什 为寻找永生而走进的那座 遍布雪松的大山深处 虽然吉尔加美什 走进了阿达德的领地 但是他被告知沙马士也对那个地方拥有管理权 因此我的结论十分明确 三合一的原型就是阿达德 伊斯塔和沙马士 上面所讲的一切和着陆区又有什么联系呢 希腊人了解吉尔加美什的传奇故事 对于这个说法 当今的有些学者表示怀疑 比如哈姆雷特的石墨的作者乔治·德·桑提拉纳教授和赫塔·冯·戴承德认为 亚历山大并不是吉尔加美什的复制品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 在更早的河马史诗中 英雄奥德修斯就已经有过与吉尔加美什极其相似的经历了 奥德修斯在抵达环绕大地的银海边缘之后 他的船就失势了 接下来是充满艰辛的跋涉 旅途中他的手下竟在一个地方吃了太阳神的牛 对于这些冒犯神灵的家伙 宙斯毫不留情 把他们通通的杀死了 孤独无助的奥德修斯 指得一个人在大地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着 直到踏上史前岛的土地 大洪水前一个僻静孤立的地方 在那里他得到了女神卡里普索的照顾 他把他安置在一个洞穴里 并给他提供食物 而且希望他能娶他 那样女神就可以让他永生不老 但是奥德修斯拒绝了他的追求 就像吉尔加美什拒绝伊斯塔一样 亨利·塞里格作为叙利亚古代历史研究所所长 一生都在研究遗址中的那些巨大平台 以及他们的含义 他发现当年的希腊人曾经在那些平台上 举行过多次充满神秘意味的仪式 这些仪式把人的来生表示为永生 他认为希腊人确实把那个地方和人类 试图得到永生的努力联系了起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个地方难道就是吉尔加美什和恩奇都 曾经到过的雪松之山 巴尔的乍峰之顶吗 如何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呢 先让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 那个地方的具体特征 我们知道 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 他们在那里修建的所有神庙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 他们的基础都建在一块巨大的平台之上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那个平台在很早以前就有了 它是有许多巨大的石块紧挨着铺气而成的 至于它的下面究竟还隐藏了些什么 比如地道 洞穴 甚至更为复杂的人工建筑 直到今天为止也没人弄清楚 因为谁也没有穿过平台钻到下面去 我们之所以能如此肯定平台下面有地下建筑 绝不仅仅是因为在其他希腊神庙的地板下 曾经发现过秘密的地下建筑 格奥尔格·埃博斯和赫尔曼·古德 在风景如画的巴勒斯坦一书中明确地告诉我们 一个世纪以前 当地的阿拉伯人曾进入过平台下的密室 从遗址的东南角钻进平台的底下 然后进入一个穷隆形的通道 像平台下的一个地铁隧道一样 有两个拱顶自西向东相互平行 隧道里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见 偶尔从奇怪的窗子中会发出恐怖的绿光 从隧道出来以后 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位于太阳神庙的北墙下 这里所说的太阳神庙 当地的阿拉伯人叫它制服大殿 德国考古学家也报道说 平台是建造在穷龙形的拱顶之上的 他们在图纸上向我们描绘了这种结构 20世纪20年代 一支法国考古队也发现了地下通道的存在 但却没有能进入隐藏在地下的迷宫 他们是通过向平台下钻孔来证实下面确实存在建筑物的 所有的神庙都建造在一块从地面凸起的约30英尺高的平台上 它有许多巨大的石块砌成 从它裸露在外的边角上 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些石板的长度在12到30英尺之间 宽度大约在9英尺左右 而厚度则有6英尺 有些石板的长度甚至超过了30英尺 厚度也远远大于6英尺 没有人试图计算它们的数量 因为这显然是徒劳的 那些巨大的岩石是如何被加工成板状 它们又是如何被一层一层整齐有序的堆砌成巨大的平台 直到今天 谁也无法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 但有一点很明确 和这个工程相比 建造埃及的金字塔就变成小儿科了 究竟是谁最早修建了这个平台 是谁对西北角的长方形区域 朱碧特神庙的所在地 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平台上神庙的建筑面积达5万平方英尺 毋庸置疑 平台的设计者最初就考虑到了对巨大重量的支撑 由一层一层的巨大石块 累计而成的平台 比它前面的庭院高出整整26英尺 而它裸露在外的北侧和东侧竟高出地面42英尺 直到今天 在它的南侧仍然矗立着六根巨大的石柱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分层叠加在柱子下面的那些石块 它们中最大的长度达到21英尺 当然其中也兼杂着一些相对较小的石块 这会让平台的整体致密性更高 我们也可以看见铺设在平台西南角左下部的石块 成阶梯状 它们静静地躺卧在神庙的下面 通过断面我们发现 这片区域中的有些石块甚至更大 最大的石块位于平台的西边 德国考古队提供的素描画面也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 其突出的底座和平台上部的几层 都是由一种材质特别坚硬的石头建成的 其中一些石板长达31英尺 宽8英尺 厚12英尺 重量超过500吨 我们知道 金字塔上最重的石块只有200吨 显然和修建这个巨型平台所用的石块相比 差距还是很大的 从底座的最低处算起 大约往上20英尺处是整个平台的中间层 这里有七块巨大的石板 今天的勘测员在描述它们时明显词汇匮匮 除了巨大便是庞大 总之一个字 大 古代的历史学家们把这里称为 三块巨石修建的纪念碑 也有人把它叫做三块巨石形成的奇迹 因为在西侧露出的那三块紧挨着的巨石 除了在这儿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石块被打造得很细 它们的衔接几近完美 三块巨石 每块的长度都超过了60英尺 宽度和厚度分别约为14和12英尺 每一块石板的体积都在1万立方英尺以上 重量则超过1000吨 修建这个平台的石材都是在本地开采的 在罗伯特沃德和詹姆斯道金斯绘制的那幅全景图中 就包含有一个这样的开采厂 一些巨大的石块散布在这个古代的采石场附近 但那些巨大的石块 却是从另一个采石场中弄来的 那个采石场位于圣地西南 约有四分之三英里的山谷里 直到今天 我们还能在那里找到 比那三块巨石还要壮观的原石 就在这个采石场的附近 还有一块巨石 它已经被打造得很完美了 虽然它的一部分被埋在了地下 但即使是裸露在地面的部分 其巨大也是超乎想象的 它有69英尺长 围长则有16乘14英尺 如果一个人爬上去坐在上面 那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只附着在巨大浮冰上的苍蝇 据保守估计 它的重量超过1200吨 许多学者都相信 那块巨石是为建造平台而准备的 就像那三块紧挨着的巨石一样 或许它原本是准备用来铺垫在平台北边的 学者们还发现了一个秘密 就是所谓的三合一巨石结构 其实远不止一处 只是其他地方的石板或石梁要小一些而已 更有意思的是 绝大多数的这种结构下面都是一块 而不是两块石板 长度超过67英尺 不过或许是因为被损坏 或许是被有意刻凿 下面就变成了两块紧挨着的石块 如果仅就外形尺寸而言 留在采石场中的那块巨石 显然符合这一要求 不许那块剩下的巨石 当初是准备放在哪里的 它都能帮助我们理解这座平台的不凡 给予我们丰富的想象力 让我们能更深一层的感知 在黎巴嫩群山中 这个遗址独一无二的特殊性 令人震惊的是 即使是今天的起重机 交通工具或者其他机械设备 在这样一片人际罕至的山区里 对这些重达一千到一千二百吨的巨石 也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就更不用说 还要把这些巨大的物体 在山谷里搬来移去 将它们一个个精确地 放到自己的位置上 严格地说 是放到离地面很高的平台上 至于当年的人们 是怎样将这些巨石开采出来 并运到山坡上去的 我们一无所知 因为现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痕迹 那里没有路 更没有专门修筑出来的坡道 也没有曾经使用过 其他搬运工具的迹象 比如为托运巨石 而专门搭建的土木工程 然而古代的某个人 通过某种方法 却似乎拥有那种能力 好